什么食物能解酒? 1.马蹄 可能生活中,很多人不是经常使用马蹄,对于马蹄的呈现形式,其印象也都在于,马蹄高上面,这种鸡可以入菜也可以当水果食用的食物。 很少人联想到解酒上面,但是它却很适合,一种烈性酒醉者来解酒欢解,一般都是取合适的量洗净导成瓶状靠几只水服用。 2.绿豆汤,将绿豆像平时一样烹煮,而后放入冰箱冰一冰,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,如有醉酒的情况,应用后解酒的效果很是不错。 3.葡萄 葡萄含有大量的酒石酸,酒石酸能够跟体内的酒精产生反应,形成类类物质。 这种反应能够到大大降低体内的乙醇浓度,从而达到解酒的效果。 同时,葡萄的味道能够有效地缓解酒后饭味,恶心的情况。 4.浓米汤 喝醉酒的人,受鲜味是最不舒服的,这个时候可以吃点浓浓的米汤,冲淡酒气。 此外米汤中含有多糖类及病毒维生素,又解毒性酒之效。 食用时也可以加点白糖。 5.糖醋汁 有人醉酒后沾醋解酒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改进一下,把醋加糖做成糖醋汁,也有解酒的作用。 6.豆腐 喝多的时候,可以用豆腐做一个醒韭菜,促进体内里纯的快速排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或讨计划